新国会将在2月1号要选出政府院长 有媒体人分享了这届国会的几个冷知识 来看看您知道多少 2024大选落幕 未来国会主了三党不过半的战局 引发关注 也有三项之最的冷知识 大家一起猜猜看 立法院113名委员 由谁是连任了十届从未落选过的长青立委 我觉得王世坚应该是当最久了吧 高清树梅 王世坚吧 柯杰明啊 对啊 柯杰明也算总造啊 担任六届北市议员时隔16年 终于重返立法院的民进党王世坚 可能因为声量高 不少民众都以为他没离开过国会一场 但正确答案是 民进党团总召柯杰明 足足连任了十届 另外国民党类师宝罗明才 林德福 民进党林淑芬 邱毅盈 陈廷飞 五党级高清素媒 从第七届单一选区制度实施起 也连任了五届都没落选过 那如果立法院最年长跟最年轻的委员 您会想到谁 我觉得邱毅盈 因为觉得他好像很久了 文山区是那个爱世宝 他连任太久了 我觉得徐晓芬应该最年轻吧 黄杰咯 应该黄杰比较年轻 这一届立委平均年龄只有52.83岁 最年长立委就是立院龙头水牛伯 邱毅盈 今年已经75岁 资深立委陈超铭也已经74岁 类师宝柯建明72岁 而最年轻的则是新科立委30岁的黄杰 牛许堤 徐晓芬也都只有30出头 三罪名单曝光引起不少网友讨论 但年龄 连任次数都是其次 问证能力才是喧咪 关注焦点 介绍的冯浩与台北采访报道